十八大前夕 郑州有四名青年公开撕毁毛泽东象 要求落实十八大去毛化 引起中国网民热议 不过在高度戒备下召开的中共十八大 从开幕式到胡锦涛的政治报告 都让期待看到变化的人感到失望 我们的记者为您采访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 以及著名异议人士胡佳 在十八大的开幕式上 全体与会者为已故中共老一辈领导袁莫哀 毛泽东的名字再度被提起 中国解放军报也发表文章 再度提到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此前外界曾分析 中共十八大修改党章重点在于去毛化 开幕式彻底否定了这一推测 这次开会估计大概是没有什么大希望 看下他是老大子 东西他不会改啊 从今天这个胡锦涛这个报告来看 他是没有改的这个动向 另外对这个毛泽东呢 还是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知道 中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出口者 是第二大经济体 控制了超过3.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的资料 在中国13亿人口中 13%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 仍低于1.25美元 那些在世界人民面前光鲜的数字 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生活 是没有关联的 这一次卫保2000多人的十八大召开 中共出动140万北京人 230万正规军 280万公安武警维稳 路透社报道说 至少130名异健人士行动受到限制 踩刀静脉 北京民众甚至被禁止放鸽子 因为开十八大而强行离京的 著名异议人士胡佳表示 关注国家命运的人 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这个党的希望 十八大召开着当天 香港支联会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国际特赦组织等团体 在中联办抗议 要求大陆当局结束一党专政和停止侵犯人权 并连数向中共当局提出18项要求 包括六四、法轮功、维权等问题 新唐记者江举 无件综合报道